就是因為現在事實不明朗 那我們現在相關他們當時簽約的規範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反而更容易被認知作戰 也就是說呢 如果有境外想要故意針對這件事情見縫插針的話 那會就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目前能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X上面 那這是比較邊緣的帳號 也就是說它還不到中國官方操作的程度 但是已經有不少的類似小粉紅 或者長期可能有跟官方互相呼應的帳號 藉此想要來操作這一個事件 去破壞台灣的外交關係 那這是我們之後要審慎以對的 其實昨天韓院長可以不用這樣子處理啦 臨時提案裡面 其實在超野協商裡面 看看問問各黨團之間的一個意見 看有沒有辦法達到共識 這是一個好事嘛 而意識裡面很常常用的一個技巧 那譬如說昨天民主進步黨黨團 提出這樣的一個臨時提議 如果任何人當一個院長的話 或者說任何人是在場的 超野的一個黨團代表 你可以表達你不同的意見啊 那這樣不會對國內政壇 產生任何的一個誤會啊 韓國瑜也可以大膽去講啊 說這個沒有必要 中國國民黨也可以馬上去負荷中國啊 你說2758 台灣的命運到底該如何 你要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一個主張嘛 這個掉頭就走人 我看這個會引爆啊 台灣內部裡面啊 針對於台灣的一個國際地位 對於超野政黨該如何的一致對外 會有所期待不同 但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手法是粗糙啊 非常粗糙啊 引起這樣沒有必要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紛爭啊 本來就在超野協商裡面 大家本來就是好好談事情嘛 你甚至也可以講說 我們所有今天要朝野協商的議題 我們就已經結束啦 上會 這樣不是好一點嗎 那總是臨時提案你要去做一個處理啊 你也可以當場講說 這個不在範圍裡面 其他的政黨你到底要不要加進來 掉頭拍拍屁股這樣子是走人 這你看的我相信 不管是誰的支持者 連是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也會覺得這好奇怪嘛 怎麼碰到台灣國際地位 那麼多國家在幫我們捍衛 然後我們在國會裡面 大家沒有辦法來共同來發聲 這在搞什麼 我想台灣的農業已經不靠中國很久了 那台灣的農業自己打出了一條生路 我們在對於國際外銷的部分 我們已經自己打出了一條生路 所以中國一方面在前一陣子開放 柚子可以再度進口到中國去 那現在又開始來取消台灣的農產品的關稅 我覺得其實中國可以不必再一直玩這樣子的兩面的手法 台灣必須靠自己走出一條生路 那台灣的農民也正在做這件事情 台灣的政府也在協助我們的農產品往國際去推銷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們其實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中國的這一種打壓的手段其實是可以停止了 因為我必須再一次強調 台灣的農產品不靠中國已經很久了 謝謝 中國這樣子無預警的又把針對於兩岸之間農產品的一個免稅的 又砍了這34項 我相信對農民心理上有很大的一個衝擊 這個跟五月份一樣 這幾年民主金普朗執政 中國對兩岸關係 企圖要台灣跪下來 它所謂的兩岸關係的一個緩和 它用的手段就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或者說老共的一些招數 你不就範的話 它就是會從兩岸的一個經貿 或者說是從整個EGFA裡面 找收清單裡面 這些農產品的部分來下手 那我們今天其實看到中國這樣的一個 蠻恨無理的一個手段 我相信可以看得出來 過去對台灣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小會 那其實完全是為了 遂行他自己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說 在國內的在野黨 竟然跟著老共的屁股走 跟老共同一個鼻孔這樣的一個出氣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一個心寒 我們也奉勸中國兩岸關係的一個改善 不必用這樣的一個威嚇 然後甚至於去傷害到兩岸之間 正常經貿的一個往來的一個手段 這個只是會讓台灣的民眾 尤其是農民對中國更加的一個痛恨 這個沒有必要一個理性的一個社會 一個正常的國家之間的一個經貿 尤其是農產品之間的一個往來 用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手段 來做一個打壓 我相信不只政府沒辦法接受 連農民都可以看得出 這種政治打壓的一個手段 其實昨天韓院長可以不用這樣子處理 臨時提案裡面 其實在超野協商裡面 看看問問各黨團之間的一個意見 看有沒有辦法達到共識 這是一個好事嘛 一個意識裡面很常常用的一個技巧 那譬如說昨天民主經部長黨團 提出這樣的一個臨時提議 如果任何人當一個院長的話 或者說任何人是在場的 超野的一個黨團代表 你可以表達你不同的意見 那這樣不會對國內政壇 產生任何的一個誤會 韓國瑜也可以大膽去講 說這個沒有必要 中國國民黨也可以馬上去負荷中國 你說2758 台灣的命運到底該如何 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一個主張 這個掉頭就走人 這個 我看這個會引爆 台灣內部裡面 針對台灣的一個國際地位 對於朝野政黨該如何的一致對外 會有所期待不同 但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手法 是粗糙啊 非常粗糙 引起這樣沒有必要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紛爭啊 本來就在 朝野協商裡面 大家本來就是好好談事情嘛 你甚至也可以講說 我們所有今天要朝野協商的議題 我們就已經結束啦 上會 這樣不是好一點嗎 那總是臨時提案 你要去做一個處理啊 你也可以當場講說 這個不在範圍裡面 其他的政黨你到底要不要加進來 掉頭拍拍屁股這樣子是走人 這你看的我相信 不管是誰的支持者 連是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也會覺得這好奇怪嘛 怎麼碰到台灣國際地位 那麼多國家在幫我們捍衛 然後我們在國會裡面 大家沒有辦法來共同來發聲 這在搞什麼 委員想問一下黑悟空經濟啊 現在也有說 調查局有在了解說 是不是有統戰四部區 哪一個 黑悟空經濟 就是那個黑悟空 就是大陸的遊戲這樣子 然後他透過遊戲 然後有可能會來 影響台灣或玩家的這種心態 我想中國對台灣的統戰 或者企圖對台灣整個局勢的一個影響 它是無所不用其極啦 用各方面的一個方式 這也也測試啊 我們整個台灣內部啊 整個國安議事 那到底要不要去再做 進一步的一個加強 但是啊 我相信這一些 如果涉及到不法 那當然是我們政府的部分 如何去制定更嚴苛的一個規則 那如果不是不涉及到法律 是單純的整個經貿的話 那可能這一些 國人也必須要去提醒自己啦 中國對台灣的一個滲透啊 國安方面層面的一個影響啊 那是無遠佛界啦 那麼多 還有一個大法官 明天大法官就要示現有關那個被死 然後來一個例子就表示說 如果大法官判違憲的話 就要被一個大法官認識 會嗎 死刑存廢這個在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我相信都有不同的一個討論 死刑存廢這個議題在台灣也增值了幾十年 這個在法學上其實也諸多的一個討論啦 那到底合憲或者不合憲 法律的一個規定到底要做一個修訂 這個是在國內 尤其是在立法院 是一個很有名的爭議的一個問題 不是今年才發生沒有辦法去解決的事情 那到底有沒有違憲就交給大法官 那在野黨其實如果真的要把大法官的提名的全部去做封殺 或者把它全部都砍掉的話 不用找任何理由 手舉起來 只要夠多的話 你只要你喜歡 在國民黨在在野黨的心目中裡面 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不要忘記了 老百姓其實他心中自有一把尺 死刑要不要存廢 那不是單純 yes or no的問題 要看看背後他整個人性尊嚴 或者說整個法學上 每一個國家裡面 為什麼後來 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去把它給廢掉 尤其是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去簽訂了這個兩公約以後 在國際上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做遵守 那爭議的問題 那就交給大法官吧 第一個就是呢 即使在阿拉伯語系的這些報導 目前內容都還是非常混亂 所以要怎麼去認定事實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呢 台灣廠商涉入 今天不管今天是貼牌 還是說授權等等之類的 其實我們台灣應該要有相關的資安規範 意思就是說呢 即使你今天是貼牌或者授權 那你還是要必須進到一定的注意義務 所以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那第三個就是呢 就是因為現在事實不明朗 那我們現在相關他們當時簽約的規範 到底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反而更容易被認知作戰 也就是說呢 如果有境外 想要故意針對這件事情 見縫插針的話 那會就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目前能夠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在X上面 那這是比較邊緣的帳號 也就是說呢 它還不到中國官方操作的程度 但是已經有不少的類似小粉紅 或者長期可能有跟官方 互相呼應的帳號 藉此想要來操作這一個事件 去破壞台灣的外交關係 那這是我們之後要審慎以對的 謝謝 好 關於黑悟空的這一個事件 那它當然呢 大家知道中國的遊戲產業 這幾年非常的發達 那就是跟中國的建築等等之類一樣 今天在一個不自由的國家 當它的產業再怎麼發達 再怎麼樣能夠去挖繳各式各樣的人才 在不自由的環境之下 它是沒有辦法突破一定的天花板 所以呢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並不需要一直去看說 到底這一個遊戲產業發展的有多好 而是呢去發展台灣 自己在自由環境之下 可以發展的產業 那至於提到說 在這一個遊戲產業裡面 他們故意去暗指 這一個可能第一關有黑熊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這可能 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聯想 但如果以中國的角度來講 它真的要對台灣做相關的統戰的話 比較多不是針對遊戲的內容本身 反而是針對譬如說直播主 像之前我們就訪談過不少 這個是歐美大作在這個 中國的直播主 他們都會被要求要講特定的話語 或者呢在特定的字眼不能夠被提到 就像現在2758跟8964一樣都不能夠被提到 所以呢相關遊戲的這個直播呢 它去跟特定的網紅合作 希望它在裡面去傳達特定的意識形態 又或者在遊戲直播藉由抖內的方式 讓一些特定的話語能夠藉由直播主的嘴巴唸出來 又或者用自動的語音唸出來 這是中國現在比較優微的這種統戰方式 那當然也是國人必須要注意的 我覺得當然是很不適當喔 就是說洗腳這個活動其實已經是非常不合時宜 腳說真的自己洗就可以了 這不需要小孩來做服務 所以真正所謂的孝順的一個概念呢 在現代呢其實要做一定程度的修改 那目前來講呢我們知道黨部來宣傳這樣的活動 或許是為了聲量 又或者是為了要去討好特定傳統價值的人 但我覺得以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我們應該有自己堅持的價值 這不是我們所信奉的 就不應該拿來做轉傳 即使它能夠獲得聲量 這也不是我們應該去追逐的事情